如果偶像进了耗子 不享受什么待遇 狱警可不管你大不大 一律脱光衣服 检查上下两张嘴 确认没有伪净品后 典狱长过来警告他 别以为你是黑手党老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 老子的地盘 不允许任何人享受特权 彼得嚣张地瞪着典狱长 乾坤未定 你我来日方长 听说黑道大哥进来做狱友 大伙纷纷出来围观 一时尖叫声索要签名声响成一片 这热闹竟不雅于粉丝见面会 耗子里讲究论姿排辈 铺床叠背这些琐事 哪里需要彼得亲自动手 而最被看不起的 则是这个猥亵少女的小白脸 为了保住后花园 小白脸急于找个靠山 可根本没人搭理他 走投无路之下 竟然想加入黑人帮派 黑人兄弟告诉他 下次拉奥利给时 别忙着加段 就当做适应性训练了 得知小白脸是半个老乡后 彼得出面保了下来 毕竟在里面也需要个心腹小弟 虽然进了耗子 可外面的是一天也离不开老大 手下买通预警送来一部手机 彼得让小白脸忘风 自己抓紧时间处理帮内大小事务 不巧的是两名预警路过 发现有猫腻就要搜身 小白脸心一痕 冲上去挑衅预警 结果被揍到生活不能自理 彼得借此逃过一劫 可点狱长岂会善罢甘休 众人正准备干饭 预警来查房了 没费多大功夫 就找到了藏在圣经中的手机 点狱长嘲讽道 你以为就你看过萧生克的就说 下次藏东西能不能有点心意 作为惩罚 彼得被关了三天禁闭 他天不怕地不怕 可就怕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 看来这点狱长也是个高手 打蛇打七寸 彼得从禁闭室出来 一股邪火直窜脑门 打开一个罐头 恶狠狠地摔在地上 其他肩房的犯人见状 如同接到了圣旨一般 纷纷有样学样 点狱长走过一片狼藉的地面 直勾勾盯着彼得 咱俩没完 这天是家属探监的日子 监狱外排起了长龙 黑老大彼得的老婆儿子下车后 却直接走到了最前面 简单拉了几句家常后 妻子告诉彼得 黑豹党那帮人有些压不住了 要求将五成抽拥降到一成 彼得一口回绝 越是特殊时期 越是不能松口 如果开了这个头 所有的附属帮派就会群起闹事 到时候就真的压不住了 可彼得不知道 黑豹党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个黑人生怕警察不找他麻烦 扛起一辆自行车就砸 如愿以偿进了耗子 原来他就是黑豹党 派去监狱和彼得谈判的二当家 放风时 黑大哥找了过来 却吃了个闭门根 彼得连谈的机会都不给 回到监房 得知小白脸就要宣判了 彼得把自己的名牌衬衫借给他 毕竟有钱人都是无辜的 小白脸走失信心满满 回来后却苦着一张脸 他被判了十年 彼得给年轻人打气 安心蹲个几年 输出去以后给你想办法 混个宝外就医 可到了晚上 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狱友们撞开厕所门 小白脸已经自挂东南枝 愤怒的彼得号召大家送小伙一尘 黑老大和点狱长之间的敌意 越来越深了 律师告诉彼得 你把公检法的人惹毛了 评审延期了九个月 如果想早点出去 就不要硬碰硬 彼得却回答说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靠硬碰硬得来的 在我一桶江湖的每一个节骨眼上 但凡软一次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就是另一个人 可点狱长的报复说来就来 彼得本想洗个痛快澡 可水小的就像连蓬头得了前列腺炎 他只好擦干身体 黑大哥又像膏药一样贴了过来 彼得照旧闭口不谈 还故意羞辱了对方的肤色 黑大哥倒是沉得住气 还想通过耗子里的黑人帮传话 这下黑大哥被逼急了 在监狱里如何打造一把衬手兵器 取下珍藏的82年T恤刀片 沿着牙刷屁股蛋对半切开 将刀片固定在裂缝间 用打火机加热 等待塑料冷却定型 一把夺命匕首就完成了 为了逼黑老大谈判 黑大哥偷袭了他的跟班 彼得的手下打算以牙还牙 结果却被反杀 沿件耗子里的手下都是废柴 彼得不得不重新思索对策 他让手下把肩膀搞得水漫金山 转移时威胁值班狱警 把自己送到了黑大哥那里 彼得开出了一口架 抽拥降两成 但必须帮他做件事 第二天放风后 黑大哥带着弟兄突然发难 劫持了狱警 犯人们封死大门 点燃床垫 一时间群魔乱舞 点狱长气急败坏地赶来 彼得一个手势 所有人掩齐息骨 就如同施了魔法一般 面对这个局面 点狱长不得不做出让步 答应了对手两个条件 一是允许他拥有手机 二就是将黑大哥 转移到其他监狱 彼得拿到手机的当晚 就下达了格杀令 要将黑豹党打到服软 手下不敢怠慢 带上家伙扮成警察 来到黑人社区 第二天一早 黑豹党老大便提着 五成佣金来求和 这一招果然见效 可此时监狱内却发生了反转 律师告诉彼得 他将要被转去 戒备森严的重犯监狱 原来点狱长设法监听了 他的电话 坐实了指挥手下 屠杀黑人社区的罪名 半猪吃老虎这招 让彼得始料未及 这下他彻底懵了 以上便是高分 剧格莫拉第一季的 部分精彩内容 格莫拉和索多玛 是圣经中的罪恶之臣 最终被上帝降下天火所灭 片名即预示了 黑道家族的衰败之路 9.0的高分 推荐观看原片 我是CC 喜欢就点个赞 关注我 下部电影见